各位大家好,講到《話國書》第四章 經文有一個非常難解的經文出現 所以今天用一集來招呼一下 這集幾乎用的時間是我平時準備講到的時間 可見這個問題不容易 我先來分享一段聖經 今次用了《 Bible Gateway》 其實上次已經講到第一節至第六節 但第五節是沒有詳細說的 如果你這樣讀這一節,有點怪怪的 聖經說,神愛他那安置在我門裏面的靈,愛到疾到的地步 或者亦,神安置在我門裏面的靈,愛到疾到的地步 在說什麼呢? 其實前問後理不是很難明白的 上次已經說過了 我們不應該來到疾到 以及那些施鬥 那些爭鬥是由那些施鬥走出來 因為是疾到,所以我們會做這些事情 你看到我們所謂淫亂的人 其實就是對神不忠的人 與世俗為有,與神為敵 然後就說到這件事 無緣無故就說到神 如果跟著這個感應,神愛那個安置我們裏面的靈 愛到疾到地步 在說什麼呢? 這裡也帶出一件事 有時候讀聖經 你開始會了解一件事 有一些經文很清楚 但有一些經文就不太清楚 如果你讀到有些譯本 可能不太清楚 尤其是如果你讀舊的和合本 你覺得不清楚 其實你一定要查一查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次也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難題 那問題在哪裏呢? 現在看到我新的影片 其實四章五節 亞國書只是中文聖經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譯法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是和合本 但是我們再看其他譯本 有很多說法 如果我讀完 我這個影片就不夠時間說 所以讓你們看一看 你有空可以回去看的時候 停一停,看一看 這裡說 神所賜我們裏面的靈 是戀愛子疾到魔 我打錯了 這個是和合的 即是舊的和合本 然後呢 新譯本呢 神安置在我們裏面的靈 愛到疾到的地步 那你一邊看呢 有幾個字眼是正在重複的 那你知道呢 有幾個字眼沒有走雞的 神啦 是吧 安置啦 還有呢 那裏面的靈 這個靈 這個靈字 那就是愛 愛到疾到的地步 這樣譯 那其實呢 他那個難解的地方 在哪裏呢 就是一齊 看這個 就是我特意要準備一張 slide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亞國書四章 四章五節 叫那個難解經難題 那個問題在哪裏 那麼 那個credit呢 其實呢 都是我的老師 阿沈兆倫博士 啦 還有呢 今天要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呢 就是張良博士的 雅國書注釋 那在市面上呢 就是除了天道的注釋 雅國書注釋之外呢 啊 啊 張良牧斯這本呢 我覺得呢 就是最好的了 那麼 他處理這個難題呢 他呢 他呢 就是 就是 很多字 要消化 那麼 那麼他講到呢 我讀一讀 他講 他應該會有一個難題的 或者在引據 再解釋和翻譯上 出現嚴重的困難 因為呢 對這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的 首先呢 那這個 零這個詞語 有四種不同的理解 我現在就講一下 這四種不同的理解 是怎樣走出來的 那麼呢 剛才呢 就講到呢 有幾個字呢 是重複出現 神, 靈, 嫉妒, 戀慕, 戀愛 你看到這個表,為什麼有四種不同的情況 其實四種裡面,每一種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釋 但我也簡化了 關鍵是,其實那個動詞是戀慕, 或者戀愛 所以你看到戀愛, 戀愛至於疾度 其實就是戀慕, 戀慕, 動詞 一個主體戀慕另一個客體 例如, 妻子戀慕你老公 一個人戀慕一隻狗, 或者一隻狗戀慕你 你明白戀慕是主要的動詞 接著就是疾到地 即是戀慕是疾到戀慕的 或者那種愛, 疾到地愛 你看到嚴重程度很厲害 即是不讓其他人參與那種戀慕 所以你會看到, 他本身這個詞語是很強烈 他要這樣形容這個戀慕, 是一種疾到地戀慕 你看到那個靈, 因為那個靈是一個中性的字 一個中性的字 所以你看到那個靈, 擺在一個主體 或客體, 即是主詞 或壽詞 即是說, 那個靈, 其實是解性靈 即是神的靈, 因為人的靈, 兩個解法都可以 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而他擺在主的主體, 或是客體 又是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所以你看到, 第一個 combination 就是人的靈 即是神安放在裡面 是人的靈 當然他補充的靈是神安放 但是神也可以安放聖靈在我裡面 或者人的靈, 所以兩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 如果第一個 combination 就是人的靈 我們的靈, 人的靈 去戀慕 一些東西 直到地戀慕 這個第一句 就是一個 statement 人的靈就是直到地戀慕 一些東西 但是後面那個, 紅色那個 就是, 人的靈 是直到地戀慕 的媽 就是一個問題 你看到, 新漢語譯本 神安子在我們裡面的靈 難道是響往直到媽 就變成一個問題 其實和合本 都是有這樣的意思 好了, 接著 你會看到第二個 combination 就是 主詞 主詞 就是虛詞 沒有寫出來 但是 你加上去完整的意思 就是 神 很直到地戀慕 人的靈 這樣 即是說, 神原來 是很戀慕 我們的靈 這樣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聖靈 就是 神的靈 靈 就是解聖靈 就是直到地戀慕 一些東西 因為你不可以聖靈 又戀慕神的靈 你把那個字放在前面 那他戀慕什麼呢? 有幾個解釋 可以是戀慕人 可以是 直到地戀慕一些東西 這樣 有幾個解釋 我不解釋了 第四個就是 又把聖靈 即是把靈 解釋為聖靈 聖靈放在壽詞 那裡 要把主詞放在神那裡 很有趣 神就直到地戀慕聖靈 神就直到地戀慕聖靈 即是神戀慕自己 神就直到地戀慕 很愛在人的靈 這四個合作 究竟哪個解釋比較好呢? 其實 如果你跟張樂博士 他是戀慕第一個 是的 但是 也有他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 有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 一個 他選擇一個 我會傾向 第一個 第二個 不是 一個問題 是一個疑惑 即是否定 其實 人的靈 是可以 直到地戀慕一些東西的嗎? 其實就是否定的意思 當然 後面 為何我們不會選擇呢? 其中最大的 即是他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學者 去選擇的 但是最大的 就是 很多學者都指出 即是 直到地這個字 和 戀慕儒文這兩個字 在聖經裡面 或者找回 舊約的 七十次 日本的 希列文那些字 都不會用這兩個字來形容神的 因為它是負面的意思 那你說 不是神 會 是忌邪的神 或者 他是會直到人的嗎? 即是用這個 直到這個字 去那種的愛嗎? 那是另一個字 原來 在希列文 就不是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是 never 一個正面的意思 所以如果 雅各 他真的要這樣去寫 說 神 是這樣去戀慕 直到人 直到人的靈 應該說直到地戀慕人的靈 這樣的愛法 雖然在神學上 那邊 似乎 愛人 愛到 疾到的地步 是說得通的 但不是用這個字 從來沒有用這個字 所以 我自己 其實 我的Asher也是這樣 rule out 這幾個 比較上 沒有那麼 有論據 因為 如果你用這個 即是很特別 如果雅各 他特意用這個詞 去自己 創出一個用法 這樣 這樣 就比較可能性 會比較少 那 即是怎樣 即是去到前面 其實 我就會剃身看 你看到紅色highlight 那裡 神安置在我們裡面 居住的靈 難道是響往直到嗎? 其實就是否定 即是神就放了一個靈 在我們裡面 這是人 一個的靈 即是人有靈魂體 我們都是神所創造的人 所以如果人的靈 就是這個解釋 神就安置了我們的靈 在我們裡面 使我們成為有靈的活用 這是創造的 這個靈本身 是不會這樣 一種很疾度 很偏的 去愛 去愛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貪心 疾度又愛 擁有 其實是一種 不是那麼好的 那種愛 偏微了 所以如果這個 如果是一個問題 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裡面的靈 難道是這樣的疾度 當然不是 所以 其實如果這個解釋 你就看得通 比較 我自己覺得 比較看得通 就是 我們看的經文 你看回經文 他說到這裡 一直都是說 你們不要以世俗為有 如果你以世俗為有 就與神為敵 其實如果剛才的解釋 就很容易明白了 就是說 難道我們裡面 這個人 這個靈 是會這樣疾到一些東西的嗎 神創造我們的本人 不是這樣的一個 一種的品格 或者裡面的靈 不是一種 錯誤的 一種戀愛 一種疾度方式 不是的 那麼 後面又配合到了 當這樣提醒的時候 就說 既然我們裡面的靈 就不是這樣疾到愛的時候 但是 我們其實疾到愛 就是想得到好東西 是吧 動機不良 想得到好東西 想用一些私欲的方法 洗橫手 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個提醒就說 第五節就說 不是的 我們裡面的靈 難道是這樣嗎? 不是 但是神 像更多恩典 神是阻擋驕傲的人 像恩比謙卑的人 應該去順服神 一直說下去 所以就是 我們不需要 好像上次我這樣說 不需要去靠 不良的動機 靠我們的手段 反而要靠信心 去信靠神 神是會有恩典給我們 就會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不是動機不良 或者是一個疾到 這裏也回應 是你們疾到的 其實神 賜給我們的靈 本身是 pure 這也是跟創造論 或者人論有關 人的靈魂 本身是 pure 是說乾淨 神是創造我們的時候 是很純潔的 但是 但是 我們被罪的污染 就越來越差 所以這裡的討論 就是 聖經說 難道我們那個靈 是會這樣 疾到到這樣的愛嗎? 當然不是 所以你們說是屠然的嗎?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段聖經 你是找不到 在舊約聖經哪裡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難解的地方 有很多的可能性 有些遺失了的聖經 或者是 另外一些經外文獻 或者是 一個總合 統稱的說法 但是都是沒有一個定論 所以這次聖經 是難解的 我希望 講得清楚給大家知道 那個應用就是 總之 我們 其實 神 給我們一個生命 就不是 要這樣去 用一些方法去做 反而就是 依靠神 信心 謙卑 神就會賜恩給我們 要怎麼這麼靠那些東西 我們 去很好的 去檢視我們的動機 以及去尋求神 好了 我盡力說了 希望大家明白 有不明白的 可以 E-mail給我 或者留言 或者 我再解釋多些 有機會 好嗎? 講到這裡了 拜拜